武当张三丰 在所有版本的《倚天屠龙记》中 就属于文仲饰演的张三丰最具宗师风范 也最经典 他先锋道骨 白须飘飘 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胸襟开阔 宽厚仁慈 张翠山带因素素出上武当时 本来还担心自己私下娶妻生子 被师父责怪 乃至张三丰却笑着说 听到这话 张三丰又云淡风轻地 消除了徒弟近十年的故事 后来昆仑派掌门人何太冲 要强行带走殷素素 逼迫金毛师王谢迅的下落 张三丰及时赶来劝阻 仅用一句话便将格局拉满 殷素素下降我武弟子张翠山 都倒是家夫从夫 十年前他就说武当的人了 堂堂一位开派祖师 说出下架二字 不仅给足了殷素素面子 还让何太冲知难而退 张三丰作为武当开派祖师 不仅格局高远 而且处遍不惊 在他百岁寿淡这天 各大门派位了得到金毛师王谢迅 和屠龙刀的下落 对张翠山多多相逼 张五下 若你执意不说出谢迅之下落 佛弥陀佛 教僧实在不愿意看到 兵刃相见 血染不大 少林寺方仗空文大师仗着人多势众 悍然发起挑战 武林中言道 武当功夫清除于蓝 我等仰物已久 今日当了天下英雄的面 就请张真人 不吝赐教 面对群雄的胁迫和空文的挑衅 张三丰一笑置之 后来张翠山夫妇 由于执意不肯出卖义兄谢迅 被这些人生生逼死 张三丰声明大意 知道爱徒的死 除了这个原因外 还与阴素素伤害于戴言有关 所以没有跟他们计较 不仅如此 为了挽救徒孙张无忌的性命 他甘愿屈尊前往少林寺求助 在松山上站立一天一夜 只盼少林高僧慈悲为怀 帮自己补全九阳神宫中的不足之处 以便替无忌驱毒疗伤 可惜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在经过汗水时 张三丰看到几个蒙古兵正在截杀一个抱着小孩的男子 他一份填膺 急忙出手相救 正是因为这一举 让张无忌不仅认识了周芷若 而且还绝处逢生 得到名叫常玉春的引荐 最后前往蝴蝶谷看遍 蝶长跟我说 男儿有泪不清台